第四刀武器人工講座 昨天楊老師給我們帶來了精彩的演講 今天楊老師繼續我們演講的題目是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策略 請大家掌聲歡迎 昨天道本人讓我知道一下 昨天有個講座 距離高一點我大概知道 所以今天多數是新人 我想這樣子 我簡單講一下背景好了 今天我們講文化產業 講文化產業 新聞與信息傳播協議員的人去售 我想知道有多少 請看下來 理工科的去售 其他都是 不是新聞與信息傳播的 也不是理工科的 讓我知道一下 怎麼可能 你們有的兩手都請 怎麼可能 你什麼協議員 法協議員 有沒有管理協議員 管理協議員讓我知道一下 很多言話 其實有時候我蠻害怕的這種 我們都講普通話 但是我們大家專業背景都不一樣 所以比較會有一點苦難 所以我想這樣等一下各位看看 假如有些我講的不是很清楚吧 或是說我的口音有一點不清楚的話 那就直接下手 其實剛剛那樣好 你一直有回音 你把A口切掉 你切到A口我調整 OK 那個後面的人可以 可以嗎 可以喔 好吧 那就這樣子吧 我盡量的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提 我1977年畢業 剛剛有我們新聞系的同學 1977年本科畢業 第一個工作做記者吧 然後做了一段期間 然後教書 然後呢 19差不多 八 應該差不多在 1990的時候吧 因為 像這樣昨天的主題 因為媒體改革開放 所以我就開始做 叫做廣播電視方面 廣播電視比較多 那麼我是1988年第一次到北京 所以有超過20年 所以可能這部分有一部分的同學等等 我覺得它是 可不可以把那個 你能不能弄小一點 我這邊調這樣 還是這個切的嗎 這是關的吧 這是關的吧 OK 看一下 好 那個 不行 你這邊弄小一點 可以嗎 後面 那就這樣子 可以嗎 這樣 特別不用 不用 我來看哪一個 後面同學可以 我還是這樣子 大概是1988年 所以大概有20年 那麼這幾年做廣播電視 比較多一點 昨天講台灣媒體的改革開放 台灣媒體的改革開放 跟大陸不太一樣 我們88年開始 好 看 嗯 看 這裡還有個什麼 高低音在哪裡 哪邊是高低音 這是聲音對不對 我聽高低音 或者這個 這個是 這是音量 可以嗎 可以吧 我們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要不行就不用 好 先這樣行 可以 那就不動它了 好 試試看好了 台灣是印刷媒體 印刷媒體開始 那麼 廣播電視呢 是在比較後面 廣播其實是同步開放 可是廣播電視 涉及到這裡的功課 涉及到那個頻譜 頻譜無片的問題 還有無線電視工程的問題 有線電視工程的問題 所以它在時間上是落後的 廣播電視被管得比較敏格 因為有工程技術的部分 那印刷媒體是前來放的 就是沒有任何的限制 只有按照法律來解決 解決所有的這個問題 那大陸比較不一樣 廣播電視放得比較開 放得比較開 印刷媒體其實是比較慢 比較慢一點 我小時候在拍片長長大 就是 我外祖父做電影 所以我們都看影片等等 這樣子長大 那所以 我大概是我家族裡面 唯一還做跟我的外祖父有關的 其他人 我父親那一代開始 就應該從我的主婦 外祖父那一代的人 就不做一生就做生意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小大概 這方面比較熟悉 那原來 我只是沒想到就是說 我自己後來會去做媒介人經理管理 那原來在台灣來講 台灣的產業 算是不同的產業都做得還可以吧 但是文化產業是我們比較落後的 一直到1987年 台灣在政治上做改革開放以後 文化產業才真的行 所以嚴格來講 我們也就是20年了 可是這兩年文化產業慢慢上來 還不錯 還不錯 今天講因為有講產業 所以 台灣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應該是在1970年左右 產業開始往外走 所有的產業做得不錯 因為台灣人雖然很少 所以我們曾經是全世界 全世界做鞋子紓口 全世界紓口最多的一個地方 全世界的鞋子幾乎都從台灣出去的 工廠不見得在台灣 但是台灣的公司接單子 然後在世界各地生產 當然前些年 進了南方 廣東 東莞等等 那現在其實東南亞 灰州都有 從以前做鞋子比較傳統產業 現在做IT產業 那這裡有工科的同學 所以假如生產這些電子產品 不管是組裝 一定占很大一塊 我記得前幾年有人說 應該要做100美金以下的電腦 能夠讓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買那些電腦 那在業界有時候 假如台灣的廠商不敢接單子 全世界沒有人敢接單子 後來台灣廠商接了 所以現在有100美金以下的電腦 台灣做代工 然後一支生產的東西 都不需給2300萬人用的 因為我們人口不少 所以我們常開玩笑 台灣的人每天買一雙鞋子 我們都撐不起那個規模經濟 所以你必須要往世界各地去賣 所以現在也是賣 所有的東西都是如此的 都是如此的 但只有文化產業 一直到1985年左右 才開始逐步打開來 所以大概就是超過20年的一個歷史 但是這幾年走得非常的快 當然一放開的時候 那個競爭是非常非常激烈 首先既然這樣文化產業 我想先問什麼是文化 好不好 那好吧 我們就從義務來的重寫 你說什麼叫文化 文化 就是一些與人相關留下來的 包括物質 精神各方面的東西 實際的一些東西 或者說它是實際的傳統 OK 好 請坐好 一切與人有關的 留下來不然是精神 物質 傳統 傳統 傳統這個都是文化 各位都會寄一禁體的例子 告訴我說這個東西就是文化 OK 哪一位 找個公協院的人來想想看 你們這些都是公協院的人 什麼是文化 什麼 什麼 風俗習慣是文化 我要跟進體的東西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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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是文化 電視是機器嘛 對不對 我問我等一下可能對 就是影篇嘛 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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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篇是文化還有呢 燈能 燈能 是文化還有呢 食 文仁 文是文化是一件面 吃的是文化 descob能 食是文化 무슨 文化 方言 方言 以言是文化 還有呢 OK 這樣 你剛剛講很多文化 不管 什麼是文化產業 文化講以後產業 它生產什麼 什麼是文化產品 以文化為依託的 面向大眾的 社會的 會通過它進行運營的 可以進行運營的 給我一個例子 什麼是文化產品 動漫是文化產品 還有呢 遊戲是文化產品 電視劇 會很多 OK 我們從這樣來看 文化的確它是無所不在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買蘋果的電腦 買Apple的電腦 擠一下手 我知道買不起 OK iPhone的手機 擠一下手 其實也買不起 iPhone的手機比一個 一般華碩的筆電啊 什麼聯想還貴 對不對 OK 但是你們學工程的 你把它的手機 功能的規格攤開來 沒有比聯想好 對不對 聯想的存量比它好 比它大 速度跑得比它快 可是它價格絕對不到 蘋果電腦相機 甚至連五輪機都不到 你告訴我為什麼 品牌 是品牌 iPhone手機呢 它手機功能也不好 還真是難用 我用iPhone手機 因為我研究這個 我用剛出來單機的手機 你可以說方便很方便 但是你不把它當玩具用 還真是難用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它當蘋果電腦 當一個筆電來用 當一個電腦來用 真是很難用 因為它的規則跟人家不一樣 蘋果的iPhone的手機 你把它當手機來用 絕對比山寨機它多 山寨機有的它不見得有 它有的山寨機千多有 那你在買什麼 你買品牌 直接買什麼 其實用蘋果電腦的 用iPhone手機的 代表某種生活型態 Lifestyle 它是個生活型態 是不同的生活型態 所以你不是買電腦 買電腦不用花那麼多錢 你也不是買手機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你看 iPhone的手機 它每次出新的東西 技術上出了問題 它的分子都還鼓勵它 沒事 我們自己會解決 而且很主動的提供解決方案 這個很奇怪的消費者 你想想看 買了它的東西不好用 它還要安慰它 把自己幫忙審找解決方案 因為它是Lifestyle 它在賣生活 是一個文化 它是一個文化 它賣生活 接下來 不買手機 Apple太貴 換個 有沒有穿Nike的球鞋 有沒有 有 有 Nike Nike OK 耐克 在全世界沒工廠 所有的工廠都是代工 它在全世界下單 下單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很多其他的國家 韓國都有 所以你買Nike的球鞋 你要看哪一個廠子 不同的廠 天鋒的標 它價格不太一樣 生產成本用的材料 其實都有區別吧 Nike生產什麼 就那一批 沒有 它什麼都不生產 我跟你們講過 它沒工廠 根本沒有 它所有公司 只做這一個批 那批代表什麼 一種生活型態 是一個Lifestyle 公司裡面的 其他都不是 它生產完這一批的什麼 生活型態 生命的 各種不同的生活型態的價值 然後呢 它可能就到 我們沿海的工廠去下單 它給你一雙鞋子 三塊九毛五 然後呢 我賣三塊九十九 以上 對吧 一定是這樣的 不為什麼 因為它是生活型態 穿Nike的球鞋 它都一直有生活型態 西巴克的咖啡 多少錢 25塊錢 5塊錢能不能買到 別的牌子 別的牌子 西巴克是什麼 是Lifestyle 是生活型態 它不是賣咖啡 你記住 所以你到西巴克裡面去 跟咖啡的人拿了筆記型的電腦 一定跟你不太一樣 手機也不太一樣 它穿YOU的品牌了 它也是Lifestyle 它也是 接下來我們再看 你知道蘇比拍賣古董 有時候會拍什麼 漢朝的 三國時候的錢幣 一分銅錢 你拍賣多少錢 9999 拍賣錢交 我問你是買這個銅還是買什麼 買什麼 買什麼東西 買文化 買一個當年漢朝的時候的Lifestyle 收藏 它現在少 所以你用Copy的就不值錢 你沒有在漢朝被用過的 不算的 你懂我意思 什麼是文化 文化是一個生活型態 文化是一個型態 講到這裡 中國算不算文化大國 收算的幾首 收不算的幾首 為什麼不算 就不要全面坐前面 很危險 沒有人 坐後面的人最狡猾 你知道嗎 永遠跟其中站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 中國缺乏一些 比較 很代表自己特色的品牌 它的品牌都很 有很強的模範性 不具自己 中國本身文化的特質 它沒有文化 這個 OK 好 請坐 我想其實都對 他講的是產業 中國是文化嚴肅的大國 我們有很多文化嚴肅 中國在文化產業 這麼差也不容易 我講真的 因為 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東西 文化產業可以把東西消掉 完全沒有 它不只是品牌 這文化嚴肅大國是 最近我看了一個動畫片 最近剛剛在中國的那個 唐世問啊 覺得動畫片很大小 哪一個 蛤 稍微慢一點 唉呀 味道 換一個大一點好不好 工夫熊貓 工夫是不是中國嚴肅 熊貓是不是中國嚴肅 這片是誰的 沒有 中國是文化嚴肅大國 但是我們的產業是很差的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啊 而且不是量大就強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我只看過做強做大 沒聽過做大一定強 絕對沒有 嚴肅都被拿走 我們連那個花木蘭都被拿走 對不對 都被拿走 你要想你有很多的嚴肅 代表的是說我有很長的歷史 我累積了非常豐富的多元民族的一種生活的形態 這沒有問題 可是當做產業的話 我們是很弱勢的 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我們從這邊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 標題有提到 因為一般搞文化產業的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把我的文化產業化 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大家會想這麼做 那麼這個元素可以使我的產業增值 覺得更有價值 但是呢 任何在一個有生活的 在過生活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產業更多一點文化 對吧 更多一點文化 因為文化能夠促進啊 我們的生活的品質 這是這樣的一個理想 這樣一個理想 那我今天會談一下呢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上面 一些策略 那我不談很多理論上的事情 我直接用力證來談 我想這樣大家會好一點 文化產業呢 他講文化事業 文化事業 沒有錯 可是呢 同時也是一個產業 別忘了它也是一個產業 它不只是一個事業 中文人經常講到文化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事情啊 跟餵飽肚子無關 真的很奇怪 然後你在搞什麼 搞文化 你要心裡這樣一想 哎呀 就是在北京 住在地下室裡面 飄來飄去 北飄的人 養不起自己 看起來就是一個 一賺不到一千塊錢 花了六百票 住在地下室裡面 人家四百塊到處放 文化了 文化了 我覺得文化是一個很 不知道怎麼講的 好像很佩服你吧 應該這麼講的 因為當總而言之你肯定沒錢 你肯定沒錢 你肯定沒錢 因為他做事業 所以一講事業 就說他不需要賺錢 不需要賺錢 但是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文化可以是產業 你可以看到你的功夫的元素 你的熊貓的元素 人家賺很多錢 被接受 中國的觀眾也接受 剛剛有提到 喜洋洋 飛太郎 看過了幾首 你們真是不容易啊 我只給你這些人看 你也看 你為什麼看 那沒別人看 你基於愛國的情緒 支持一下 這個戲 東外 算中國創造 也算成功的戲 算成功 但這個戲 到目前還在賺錢 他還在賺錢 譬如先有一個原因 中國的制度 導致以他所太可能賺錢 他不讓你們看 他很堅持要做原創 所以他就賺不了錢 我只能這麼講 等一下我們會有情況 來了解說 為什麼做原創的人都很討厭 他賺不到錢 熟人都知道 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們知道做原創 是一條不歸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才會走到終點 所以去年 連續劇 是電視裡面收視力更高 然後規模也比較大 幾乎所有的頻道 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做也有風險 我乾脆買板錢比較好 買板錢 所以去年就是先闖關東 搞完了就走西口 再去沙爐口 然後後來就我的團長 我的團 反正大概都很像很像的 一路一直下來 你通常看至少四個衛星頻道 同步上映 同步上映 因為這樣子 我點多少段 我不會陪 因為你聽到一個 我不會陪到 那一般人不想做原創 原創是個長期的 我們社會基本上不鼓勵原創 不鼓勵原創的話 很多人就沒有一定的回報 等一下我們講 就在經濟學上來看 我們稱這個叫市場私利 這個經濟的整個的系統 本身有問題 所以它沒辦法讓這個原創者 得到應有的鼓勵 得到應有的鼓勵 好 我們剛剛提到 是失業 其實是產業 我們剛才引起的例子 它是人文 但是叫科技 今天我們做工科的 我們看太多好萊塢的電影 這家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是不是有很多都是什麼 後製作裡面 非常多的數字都沒底的後製作 是不是都沒底 你看太多了 只要跟技術科技有關的 現在連千金萬馬的打仗 已經很少用人了 錢戶在後製作的時候 把它凸上去 就是兩金對零 其實多數都用後製作 來解決這個問題 更不要談那些在天空飛來飛去的 那錢都是 它是一個科技 它是一個科技的部分 做動畫沒有科技就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 不太一樣 你就知道3D跟2D是不太一樣的 就三維跟二維的動畫 他要人才沒有錯 我們是要人才 但是那個人才 沒有資金是出不來的 他需要資金去支援他 去Support他 去Support他 他要創意 但是任何的創意 都是一些好好地精靈他 等一下我們會提 光創意是沒有用的 聽起來 創意好像很有價值 可是從從從創意 到變成一個產業的事業化來講 那個路途是非常漫長的 非常漫長的 因為奇奇怪怪的想法都可以叫創意 那路途能不能實踐 能不能變成一個可行的企劃 他需要很多的條件來配合 很多的人才 我假如沒有那個資金 沒有那個環境就出不來 台灣出了一個不錯的導演叫李安 李安最早拍了Twitter 你們可能沒看過 Twitter是非常非常中國嚴肅的東西 講中國的富舉二人 富舉二人之間的一種感情 你們可能沒看過這個戲 比較講家庭倫理的戲 富舉之間的感情的戲 後來他拍了沃浮長榮 把中國的嚴肅 透過什麼 希望的技術跟鏡頭語言的那個特色 然後透過剪接他推出去 沃浮長榮讓他成功的 可是接下來呢 李安就變成一個 他屬於好萊塢的導演 他不再是台灣導演 也不再是屬於中華文化的導演 他拍段貝三 是非常非常美國的 成功的 他拍的那個英國的文協 叫什麼 這翻證什麼 理智與情感 理智與情感 是典型的英國文協 他也成功了 李安現在基本上 不再是屬於中國的導演 跟所有好萊塢的 專業工作者一樣 一樣 他是屬於全世界的 好萊塢的文化 我可以說 不是百分之百的美國文化 而且甚至 根本不是美國的主流文化 他是來自全世界的 因為文化是沒有幫的人的 文化本身沒有國界 就是 像李安這樣的人 他們把中國的某些元素 帶到好萊塢的店裡裡面 嗯 全世界公公片 打鬥的技術 拍的最符合藝術跟美學的 那些的是誰 香港 是香港 是香港 所以現在看 不只是中國式的打鬥 是有中國的武術的元素在內 西方的 西方的打鬥 也一樣有中國武術的元素在裡面 你只要看西方的 戰鬥的片 後面結束了 看到SUPER的那個字幕 那個字幕本身 一定是中國人的名字 他們其中有好幾個人 原來就是幫陳雄設計 打鬥武術的人 而且你看結論是香港 因為很簡單 錢是廣東拼命 他們那一拼人 現在錢是好萊塢的 只要有動作的片子 最好的人來自香港 他們現在是好萊塢的 所以好萊塢有的動作片 那個formal跟形式 吸納了中國的武術的這些造勢 所以早期中國的這個武術 外國的那個打鬥的片 是很簡單的 反正一槍打你 你懂就倒下來 現在已經沒有這樣 他的錢 我們一錢 養錢 反正那個人也到 現在已經沒有 他可以打很久 所以我說打5分鐘 10分鐘 3分鐘 有很多的技術在這個裡面 他會吸納 他會吸納 我先講這個我要提的說 在產業裡面 我不要這樣 反正通常在以工科為主的 賣工庭那邊更多 包括清華大學 所以你們也不要難過 只有在這麼堅困的這個 硬體硬件的環境之下 一做研究才有出路 所以傳染病多的地方 醫學就發達了 這個環境都太好了 你怎麼會有求職的那樣 也是有一次在清華開了國際會議 這個會議很搞笑 它叫科技社會傳媒 然後全世界來的人 幾乎所有人帶著power point 或筆記憶件全部都放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清華也蠻厲害的 你可以把全世界的 這些食物的關係 全部一口全部殺掉 乾乾淨淨 我自己搬 搬過來 從外面求救搬一個人過來 看第一店那個場面很傻 換了好幾個場地都沒解決問題 那邊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產業本身呢 它是個產業業 它是個產業業 它是要非常非常完整的 像我所提的 它是人文 是科技 是人才要資金 是創意要經營 它是事業它就是產業 它要一個完整的一個產業裡面的各個方面 它從上游到下游 它通通都要 後面可以聽到嗎 可以吧 聽不到的 坐前面一點 有很多位置空著 耳朵長大一點 你可以聽到 那 它完整的產業 有各個不同的完整的配備 可以讓它拍嗎 李安是在台灣的一個 應該講大專的學校 寫廣播電視電影的 他畢業以後他很執著 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沒有一個完整的團隊搭配 他其實拍不好 看過社界沒有 你看過 社界是它有好萊塢的基本的團隊的 support 支持 好萊塢拍電影很多東西 它非常講究跟細膩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它的 那個社界第一場戲 第一場戲是幹嘛 四個太太在一個老洋房打 還記得嗎 打麻將 中間有很短的一個期間 我想不到一分鐘 有一個用的 端了上海的點心上的打牌嘛 怎麼要吃點心 記不記得這個 不記得嗎 不太記得 沒有印象 通常是如此 那我要說的是 那一碗點心 它重複了 在1920年30年代 上海大富人家裡面的點心 現在當然 現在的上海人不知道 可是在49年之前 上海有些大資本家的人 他在49年解放的時候 他們跑到香港 跑到台灣去 他的基礎 很努力的就找到一個 叫當年 在解放之前 大資本家裡面的一個女兒 他知道他們家以前吃什麼點心幹嘛 由他來幫忙 從做那個點心 從頭到尾 你不看他好像沒吃耶 什麼都沒有 在中國拍電影 世界很多國家拍電影 都不會去爭作 沒有這麼傻的 傻逼你做人在幹嘛 他做人 所以你知道這代表什麼 就是我所有劇組裡面的人 都知道那個點心 是當時那個年代的點心 所以你可以想 它裡面出現了 桌桌 以以蔽子 什麼風扇等等 只要能夠復原的 他全部復原 你懂我意思嗎 全部去找原件 全部這麼做 這意思代表所有的演員 當導演還有拍馬拉的時候 就算是一個妻子在旁邊 跟你倒計的人 他們都回到那個禮代 全部時光會倒也回去 在這個裡面的演員 都是很硬的演員 全部都是非常好的 很有經驗的人 你依的他威是沒經驗的 我可以講他以前沒有演過大戲 可是他那個戲真的演得非常好 不容易 不常會很容易 對於這樣一個年輕的演員 他就是因為有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團隊 一個收入去支持 否則你只有他自己的演員 你自己演不出來 你演不出來 所以李安一到好萊塢以後 整個所有一個大導演的所有能力 全部展現出來 因為他有非常完整的產業鏈 有最好的技術 有最好的資金 跟很好的資金 要製作人找資金 要找最好的社員 找最好的技能 全都有 否則你是沒有機會的 姚明不到NBA打籃球 不可能 沒有那個進度 他剛開始也不思議 一下子而已 如果看籃球會知道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大的 一個是top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文化本身我要講說 他不是用嘴巴搓搓 搓搓搓搓搓一搓搓一搓 他就會出現 沒有 談談以後 只能在北京的地下室裡飄 飄完了以後 喝了兩瓶啤酒回家 明天還是一樣 你還是文化嚴肅的大國 還是文化團隊的小國 這不可能這麼做 那我們往下看 開一個頭 中間有什麼 都有童子棘手 這一個是文化產業本身是世界性的產業 Nike賣全世界 Nike在全世界找工廠 在全世界找資金 在全世界找它的設計師 在全世界找它的代言 所以它是世界性 它是世界性的一個產業 我們看一下文化產業 它一個簡單的一個定義 今天時間我們只有兩個小時 我會跳跳舞的部分 Culture Creative 所以我們通常稱它CCI 這個產業 文化和創意 文化和創意 你要參加文化產業也可以 你要參加創意產業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我們簡單看一下 定義的目的 所以不是為了要幹嘛 但是呢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文化創意這個產業 是來自於創意 或是文化的一種積累 但是很重要 它是個key word 是一個關鍵 是叫知識產前 在今晚我們有說 知識產前 它都知識產前的形成跟運用 所以 Nike是知識產前 賣知識產前 對吧 Apple賣知識產前 你去星巴克 星巴克這樣一個杯子 它把它星巴克都一蓋上去 你看它賣多少錢 是不是五六十人民幣 就一個空杯子 你一般一個杯子 五塊錢就很多了 它至少賣你五十塊錢 因為它是知識產前 它可以 因為這產業 它可以創造財富 就業 後面看得清楚嗎 因為 可以喔 可以創造財富跟就業的機會 它有這樣的potential 同時 對整體生活環境的提升是有幫助的 我幫人家開工廠生產球鞋 是污染行業 我生產一撇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是不同的 我把工廠放在你那裡 環保的物理肝也就煩惱 但我不管 我只做Mark 或是設計它的什麼 Life style的價值 所以對生活環境提升 對它來講 它是有幫助的 總而言之 文化產業 本身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用嘴巴講的 基本上它是一個產業 而且創造財務 而且可以創造很多的就業的機會 它有什麼特性呢 它就業人數一般多 參與人數也很多 我們等一下會有數字 它產值其實蠻大的 我們等一下我有數字來看 文化產業產值很大 關聯效益是指我延伸出去的 關聯效益 就是說我是在做文化產品 但是我對文化的產品是有幫助的 文化產品是有幫助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 它有什麼幫助 它成長的潛力很高 台灣在2002年的時候 搞文化創意產業 所以當時呢 它的目標 競爭的對手之一是韓國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韓國的製造業跟文化產業 當時做了一個比較 因為韓國的文化產業 在2000年以後 它做得很好 非常好 各位來看一下 這兩個公車的半導體 你看這個是1422年 1422年 可是你畫過來 這是什麼 肖像錢 肖像錢 動畫肖像錢的那種 1430年 搞半導體搞得滿坑滿谷 很多的工廠 跟那個差不多 手機637 遊戲681 數字加電 數字 韓國數字加電也很牛 對不對 461 動漫750 動漫750 這個我們知道 那個易經病 224 音列322 造船380 電影668 只有只增加汽車了 稍微比它汽車車很多 7900 傳播 這裡面指的傳播 是傳統上面的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跟廣告 1888 OK 我想那個數字是2022年 你可以不去管它 我只是告你傳統的製造業 搞得滿坑滿谷 其實並沒有比文化產業有多音 完全沒有 你別忘了它是個乾淨的行業 那可是一個高污染的行業 好 再來我們來看喔 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很大的一個國家 而且目前世界四大經濟體 一個是美國 另外三個是 歐盟 歐盟 歐盟那麼多一個國家 德國 日本 中國 這三個加起來 比不上一個美國 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你不要想說我這前四名 前四名沒用的啦 這不是這麼算 不是算 有時候要講說 小朋友回家跟爸爸媽媽講說 我考第三名 問題是第一名的考100分 第二名的考99分 第三名的考39分 那有什麼好用 就這麼算的 它是一個很powerful的 你不要有它金融垮的 所以這很慘嘛 美國垮了以後 所有人比他還擔心 最擔心的是中國 那垮了你怎麼辦 你錢都在在那裡 這垮了以後 你一定很煩惱 很煩惱 好 美國很特殊的 它把PG產業稱作Copyright的產業 稱作版錢業 它是一個產業鏈的概念 中國講文化 中國這邊的定義 日本 韓國 英國 香港 台灣都一樣 大陸什麼大陸一樣 都是用什麼 都是強調文化跟創意 它強調的是產業鏈 它強調產業鏈 產業其實上是 對做生意的人 我們認為產業鏈很重要 它強調叫產業鏈 所以它沒有什麼叫文化事業 它沒這麼講 它叫版錢業 它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是什麼 Copyright 所以你看一下它怎麼來看 而且美國的例子也同時讓我們知道 第一個什麼真正的文化創意產業是什麼 第二個 它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第一個 它什麼叫文化產業 什麼叫版錢業 你看它怎麼分 第一個 核心版錢業 Core Industry 我們看看它的核心版錢產業指的是什麼 這個是一般搞文化產業的人 所認為的文化產業 它針對核心產業 那我們看出版 文學 音樂 劇場 歌劇 電影 錄像 廣播 電視 攝影 視覺藝術 廢話 廣告 軟件跟資料庫 軟件資料庫拿來幹嘛 賣Copyright 對不對 數據庫是可以賣錢 是可以賣錢 它認為這是這個產業裡面的核心 這些還在核心那賣 都在賣版錢嘛 是賣版錢 不要小看那個版錢 那版錢是很嚇人的 非常非常嚇人的一個收入 所以他認為這是核心 這個部分基本上除了這一塊 也是一般包括大陸 包括台灣 香港 等等等等 多數的國家的所謂的 文化創新產業的核心指的都是這個部分 他也是這麼認為 但是接下來就越來越不一樣了 他另外一個叫Partial 他就說不問版錢 他不錢能靠版錢的 這是Partial Copyright的行業 我們看看指的是什麼 這個有意思 服裝 仿製品 鞋子 家具 環境 遊戲 珠寶 錢幣 我們剛剛提到的室內設計跟其他的工藝品 這有Part 是Partial 沒有錯 家具的設計是有版錢的 沒有問題 服裝當然有 不然油膩幹嘛賣那麼貴 對不對 紡織筆是有 紡織筆也有 設計的布料 花紋等等 那是有版錢的 鞋子更不要 鞋子的設計有 家具 玩具 這個全都有 這個Partial Copyright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在一些文化創意裡面 我們也可以把它放進去 他也算很多工藝品 設計等等 這個都是 再來我們稱作 什麼叫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t 就是說 我彼此 這兩個產業是彼此不相依賴的 我有依賴你 你會依賴我 有什麼行業跟文化產業是相互依賴的 想想看 就 會跟上面那兩個相互依賴的產業有哪些 想想看 想想看 有沒有 蛤 什麼 有一個 有一個有創意的答案 隨便想一個 蛤 有什麼 製造業 製造業的什麼 請問問 其實他們的電子這樣 在裡面 下面涉及到我們卵教方面的一些 製造業 ok 沒有錯 是跟你們比較有關係 跟你們比較有關係 就是文化的產品 剛才提醒過 我們需要一些硬件 或者做不了的 電視機 錄影機 CD DVD等相關設備的 那些生產都使用它的一些企業 當我文化的這些Content 越多的時候 我才有可能去搞這些東西 你會 像現在 大陸在發展數字電視 就告訴你家裡 一個月多加多少錢 裝一個基頂的Setabox進去 對不對 可能就說我不要啊 為什麼不要啊 你就沒有節目看 對不對 就不好推 所以現在就叫大家趕快做生產的東西 把它放上去 你內容越多 硬件就不會也好 當我用更多的後製作的動畫去拍攝的時候 去拍攝一些卡通也好 或其他的這種電影也好的話 那怎麼樣 我生產這部分東西就越來越有了 就是彼此是相互依賴的 相互依賴的 Content的多 這些東西就會賣得多 會賣得多 好 另外一個 所謂的邊緣版權產業吧 後面看得到喔 就比較邊緣的 比較外圍的 各位想還有什麼 軟件的 硬件的 還剩下一個什麼 在一個產業鏈上 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是什麼 那剛剛看有什麼 就是前面那些產業 弄得好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對支持前面那些產業是有幫忙 有哪些 有什麼 政策 那我講行業 某種行業 金融 因為金融蠻核心的 在前面 銷售 不是銷售 回店 服務 什麼服務是核心喔 任何的產業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發行版權產品的 批花 銘售 大眾運輸 電信網絡等服務 這些對一個產業 什麼 促進它的流通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喔 因為你只要這部做得不好 會增加你非常多的成本 使得什麼 人才 技術 產品 原物料 都非常不方便 一旦不方便的話 你就很難弄喔 你就這產業增加平等 現在電信跟網絡非常的好 所以當我做一個出版的時候 我一個很好的中文的作品 我想要在這個北歐 翻成北歐的語言 用芬蘭語 我不建議要在中國找翻譯 對啦 我是透過網絡可以請中國的留學生 在挪威留學的人幫我做翻譯 可以這麼做 我透過網絡 因為假如沒有網絡 你等死了 我要找一個全世界最好的封面的設計師 我也不需要他應該住在我家附近 對不對 他可以在紐約 他可以在冷州 他可以在東京 是不是 網絡很方便 我有一個基本的構想 要跟我的製作團隊溝通 我也不需要坐飛機搞來搞去 因為網絡很發達 我可以透過QQ 透過MSN 在中國用QQ 對前世界我都會用MSN 你可以講五個小時 不要花錢 對不對 一毛娘 我現在每天都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因為我的整個team 奔戰在世界各地 我必須用這種方式 那你假如說我用傳統的工具 那完蛋 網絡 電信 大眾運輸不要小看 在中國大陸 運輸成本極高 所以最近才說高速公路不收費 高速公路不收費 其實也不只是收購的而已 你假如今天從北 把北京的東西一路要印到上海 上海 上了那個港口的口岸要印到北京 要經過這麼多收錢的地方 很嚇人欸 你下一次你問問人家開一個車子 從北京到上海一路要收多少錢 下次買機票都不用那麼多錢 那是不是很貴喔 中國現在要搞自己的內息市場 就是說因為那些我們的買家收錢 沒錢 沒錢 你等於要給自己搞內銷市場 那這個很像當年美國跟英國鬧關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要接著姓總統 我現在忘掉了一個總統 他後來就發現公路的成本那麼高都不行 公路成本太高了 所以政府必須要免費的做公路 給大家來通行 加快速度 降低成本 這樣人才資金 技術 團品 顏幕藥 能夠快速的公路 否則你是動不了 動不了 這個很重要 這些本身是有關係的 這就是產業鏈 我剛剛講的意思 它是一個產業鏈的概念 這四個 好啦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才提到過文化產業 是一個收入很高的 也是創造就業人口的一個很好的產業 它不是一個很窮痠的產業 所以我們看一下美國的板前列在GDP經濟成長上的數據 我們先看GDP的比重 總體的板前列大概11%左右 從03年到05年 這是06年他們的經濟數據的報告 新的我們沒有看到 核心的板前列是6點多 很高的一個數字 叫GDP的比重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在工廠裡面做機器 你這炒了要命而已 不見得會賺很多錢 板前列的成長率 目前的速度是越拉越大 它是8.65 GDP就3.89 美國一般它的GDP的成長 保二 他們是保二 可是那幾年特別好 所以它拉到快四 二的話就表示 加上它的物價指數 它大概就拉平 就表示我今年過了跟新年一樣 到四就會更好 中國保八 因為我們有中國指數要上漲 你跟基金要上漲 不到八的話 你的生活就會比新年大 台灣大概是四 大陸是八 美國 日本 英國這些國家 大概是二 二 八 一般 一般 情況不太一樣 大概是這樣 經濟成長的貢獻 百分之二十三點多 將近二十四 就算是核心的話 都有百分之十三 所以說它是一個很Super的一個產業 就業人口我不看 因為人口本身來講 這個比例 其實比例是蠻高的 絕對的人口數意義不大 就人口的比例 它百分之四 然後整體上來看 百八點四九 大概八點五 那麼多的產業 那麼多的行業裡面 那佔這麼大的一個數字 其實相當可觀 每一百個人 有八點五個人 在做 跟這個有關 就算最核心的都有百分之四 一百個有四的 每一百個有四的 好啦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行業是高手的 絕對不是跟你講 搞文化你是很窮 搞文化你是很有錢的 搞文化是屬於民地雙收的產業 就有知識又有錢的 05年 05年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的這個 員工的平均薪資 它是四萬九千多年輕 在05年的時候 大概五萬 可是05年的時候 這些文化產業就有打錯了 文化產業是六萬九千多 它是七萬 意思代表什麼 我做文化產業板田業的人的平均薪水 是一般的人的多了百分之四十 它是高手得的行業 它是高手得的行業 所以它很不一樣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過來 當你是一個文化產業大國的時候 跟那個做傳統製造業的國家 它整個國家的守得收入的情形 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文化創意產業另外就是說 它的原創性跟創新性是很高的 原創或創新很高 它有某種程度的原創跟創新在 我們看來 附加價值 謝謝啦 附加的價值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數字 我知道 我很快 我準備了一個 就是到底哪些是文化創意產業 這裡面看的是台灣的 台灣的指的是這一跟二 就核心跟partial跟部分的 三跟四我們沒有算進去 我們沒算 所以這裡面就有傳統上的 世界藝術 這是主管政府 它是個化部會的組織 那有這些行業 這裡面什麼古萬 零售 劇團 演奏 經濟 板前代理 舞台 音響 陶瓷 玻璃藝術 等等等等 這個跟文化部比較有關的 另外一個跟什麼新聞局 是管理廣播電視跟出版署的 這個部分 就我們所看到的 電影 廣播電視出版業 廣告業 相關的產業 OK 接下來跟經濟部有關的 有什麼設計業 品牌 時尚 建築 生活產業 還有數字 我們數位是數字的意思 它跨了一個部位是跟經濟部有關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行業 台灣混合十三個行業 大陸十一個行業 彼此差不多 有些的有算 有些沒算 但基本上差不多 好啦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我鏟子是跳掉了 我們看一下喔 台灣在2002年要做的時候 要做這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請 麥康奇叫麥康奇 麥康奇專門做產業策略的研究人 是一個國際性的一個公司 他專門做產業競爭 請麥康奇幫台灣做一下文化創意產業 而且在2001年左右 那時候它整個的文化競爭力的狀況 那麼特別是針對了幾個日本 韓國 再把整個像中國大陸 像香港拿進來做地方 了解一下到底在這一個地區裡面 亞洲這個地區裡面 情況彼此是如何 這樣你才知道你要跟誰合作 你應該加強什麼 這是任何一個在做 產業競爭的時候 畢竟要做的第一個工作 產業本身我們在做比較的時候 工具有基本的構面跟指標 有基本的構面跟指標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有哪些構面 有哪些指標 我們來比 因為你比競爭率最重要 就是你到底比什麼 你是比誰的打錢打得好呢 還是五見五的好 對不對 你到底比什麼 還是比設計 你要弄清楚到底比什麼 第一個 任何產業都有一個最基本的 任何產業都有一個要素構面 基本要素 人才技術跟資金 所以這個產業 其實包括個人做一個企業都是如此 有沒有人才 有沒有技術 有沒有資金 就是最簡單的 我們猜想三項基本原則 講的是這樣子 本能 本金跟本業 本業就是技術 任何的產業就是這三項 這三項最基本 沒有這三項其他就先不談 那我們來看一下人才多寡跟素質 多寡跟素質 所以像挪威有很多產業當中的出來 挪威的人口有多少 多少 啊 人口很少 比如說國家人口都非常少 非常多的國家 人口不到一百萬的很多 超過五百萬的已經不得了 不像五萬 好像好幾百萬 把五萬當過一個國家都是人口大國 因為都快一千萬了 就不要談那個什麼河南跟山東 都不是一個億嘛 是一個億喔 就是說兩個人多不多 他具備的專業多不多 這個很重要 資金還有技術 資金跟技術 記不具備這種專業的技術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專業 還有我的資金是不是足夠 支持我這個行業 所以我的行業呢 他上市必須要到華爾街上市 我沒有辦法到華爾街上市 我沒有充分的 充沛的 足夠的一個資金 第二個叫市場購面 所以要素就是市場購面 市場購面一 國內市場的大小 你覺得我國內這個市場 現在大不大 為什麼這樣很重要 就是滅銷市場 確保 我在做外銷的時候 可以在擴大規模經濟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我自己能夠獨立完成 所有的產品 從設計到成品 從棉花設計到成品 台灣因為國內市場很小 所以我幾乎不做你的 幾乎不做 只做其中的一部分 就算棉花你沒有回去把它賣掉 你沒有辦法自己在整個產業鏈中的時候 一條邊全部完全 那大陸只可以這麼做 所以在台灣在做企業的人 就是做品牌的 跟大陸的概念不太一樣 台灣不是做某一種品牌 把它做零件品牌 它不見你一定做產品品牌 做產品品牌通常是怎麼樣的 它在各個不同的零件裡面的 群聚的那些廠商 差不多都合起來 會去組一個品牌出來 像現在你看到的S宏崎的 宏崎是這樣做的 宏崎是這麼做 開始的時候他們只做零件 你看到的那個宏達電 宏達電現在開始做手機 都是如此 原來都是不做品牌 現在一直到情趣以後 它才開始做 國際化的人力 你生產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能力出口 有沒有能買你的東西 第二個我想通路 取道的掌握能力 這個也蠻重要的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價值鏈跟供應鏈 產業情緒 產業情緒的意思 比如說我想一些公哥同學比較多 就是我要做電腦 電腦從開始研發某些晶片 一直到某些燈 到最後組裝的時候 它可能有兩百個小公司要合起來 這個做真正就合起來 這些東西包括什麼 通路 包括知機來源 包括設計 群聚在一個地方的話 它什麼 可以佔計什麼 對不對 溝通的快樂 我這個弄完就直接交到隔壁的那個場裡面 一路組裝 一路出去 就走了 就走了 它叫情緒 產業情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提的 派電腦不見好萊塢是沒機會的 因為它裡面是群聚的 知機 群聚 製作人 各種不同的人情不懂有 群聚 全球共益念所佔的地位跟附加價值 全球在共益的時候來講 你站在什麼位置 你這個共益裡面 能夠產生多少附加價值 這個重要 基礎建設 我們可以了解 各種各種水啦 電啦 港口啦等等各個方面 這是價值鏈的 最後一個 學習跟成長的潛意 在這個產業裡面 廠商學習的潛意到達 學習跟成長 第二個 獲利還有資金來源的穩定性 它就說 我是不是能夠持續穩定的獲得利益 資金是不是穩定 所以這個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說 我的金融體系裡面 沒有辦法給予廠商一定的資金帶口的資源的話 那它有時候會資金不足 就沒辦法往下做 因為產品有沒有開發能力 有沒有開發能力 還是說 像剛剛同學講的 我只能夠複製別人的 我沒有辦法開發自己產品 然後再最後一個 政府政策配合資金當然非常的重要 政府願意做其實都會非常快 非常快 它可以在很多的方面給予鼓勵 那就很快 任何的產業都是 所以我說做企業的人 一般來講會永遠的不正常 永遠的不正常 因為你跟著政府 政府政策總結的是對的 當政府編意做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做 你這樣就是太有理想 沒有政府政策搭配是很難的 整個總共是個標速市場價值量學習增長 總共是13個指標 就用這13個指標 那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我們研究產業競爭的時候 比較 比較競爭力的時候 我們採用了一個方法 同樣適用於其他的產業 只是在不同的產業的時候 它可能在這個指標中間 有時候某種程度是調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處理的那個中間的那個錢重 假如要加錢的話 可能會不一樣 那你聽不懂我意思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 當時台灣在委託 委託那個麥肯錡來做的時候 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很早的 現在可能情況不太一樣 那麼他準備有一些所謂產業的專家 他們對這幾個地方 對台灣 韓國 日本 香港 中國 那幾個地方的這個文化化化產業 他們是熟悉的 就是在經營這方面的 一些國職者啦 經濟的經營者啦等等 由他們來打分數 從零分打到十分 就相對的 就是說 這五個國家人才能多管 你去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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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記得一件事情 日本是非常舒服的國家 非常舒服的 你不要看到地方很小 因為其實日本人口其實不少 因為他很倒霉他在中國的旁邊看起來很少 你講你把日本人口搬到歐多獨去看看 他馬上變人口大國 只是因為在印度跟中國的旁邊 配得他好像人很少的樣子 他覺得人很多 島很小 但是人情是很多 日本現在有多少人口 1億多 1億多 很嚇人耶 他很大的一個數字 很大的一個數字 而且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就已經是工業化的國家 不錯吧 推動工業化 那時候中國還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說他是一路理先的 他是這裡面的超級明星 那個比誰都知道 不用比你也知道 就想知道差距有多大 韓國那幾個做得不錯 因為政府的整個政策 跟他的產業的策略推上去 所以人才也好 技術資金整個下來的時候 台南跟大陸情況都不好 情況都不是非常好 那香港有時候好 有時候也不好 香港地方拆開來 其實都不理想 市場面 國內市場的大小 這個是大陸得到最大分的分數 最大的一塊8.71 台灣可能很少 就5.43 那香港不是更小 但不是 香港是一個什麼 世界觀光旅遊的 買東西的一個地方 採購的地方 所以同樣 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建築事務所 現在都在香港 因為他們做中國大陸的工程 很多設計在那個地方 那國際化的人力的高低 通路掌握的人力等等 整個合起來 大概是這個狀況 市場面 我們看產業的群聚 還有全球供應鏈站的位置 基礎設施 大概情況是這樣 再來我們看最後一個 學習成長 資金的穩定性 台灣的大陸的政府的政策 廠商費整成長的潛力 產品開發的能力 台灣中國大陸 大概是這個狀況 我們把這四項做最簡單 不加錢的方式合起來 香港還可以 但是日本是遙遙領先很多 大概是這個情況 那麼這幾個其實很特別 因為有一些共通性 都已經有它的好處 但是當作一個產業還是不夠的 跟制度條件經驗不同 譬如說 台灣人很會生產東西 香港人財務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通常我們都看到都是這樣 我們通常常常找香港的財務 他們很有辦法 因為全世界搞金融財務最強的 是英國人 所以那個99年100年裡面 英國形成的一個 在金融調控上面 他是非常強 他非常強 台灣人可以做代工 所以很會生產東西 可以把很多東西做得非常細微的分割 所以我們做 這一定有搞那個工業設計的人 我們做SOP做得非常好 可以把所有東西切割到很清楚 然後讓它完成 在生產上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 我帶一個香港的朋友 就我很佩服他 他可以把一個一毛 把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自己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做了一個規劃 有去銀行借很多錢 把地買完了以後 然後通通把它設計完了以後 請台灣人來幫他蓋 蓋完了以後他又賣給台灣人 最後他把它放到上海裡面 忽悠很多大陸的人來買 那就上海新天地 裡面開店的幾乎都是台灣人 但整個開發是香港人做的 然後他自己發的成本幅不多 全部從銀行搞過來 他這個很厲害 反正很厲害 我們再有配舞台這一點 我們叫做很努力的 台灣廠商很努力的 跟香港的這些財務專家寫習 台灣人會生產東西 有時候帶一個台灣的朋友 到台灣的一個夜市 就晚上一個夜市 人很多 市里夜市是一個人 非常非常國際化 遊客都會去那個地方 台灣人賣什麼珍珠奶茶 泡沫紅茶你知道嗎 珍珠奶茶 然後我那香港的朋友 我當然排隊排得很長 我說不起啊 很快就排到我他的時候 那個賣兵的人就問他 你看大兵 中兵 小兵 冰村就中兵 三種選手 他問他 你看多兵 少兵 不兵 兵多兵 三乘三都啊 是不是九種選擇 你講一個 問你要是 他在問他 紅豆 利豆還是花生 對不對 就三種選擇 還有可以問你 多糖 少糖 不糖 問你又幾種選擇 八十一種 你還要很特殊的時候 還可以再往上 反正他就要問你非常快 當你說大碑 他會說大碑 他重複講大碑 你說不糖 他就說不糖 你說多兵 就多兵 加花生 他講加花生 然後他說 三十塊 收一百 當這話講完 你的兵上去 七十塊給你一百塊收走 不會超過二十秒 所以一分鐘可以賣三個到四個人 對吧 那香港的朋友講說 我們三分鐘 我的客人還沒走 懂我意思 那 所以 這是哪裡寫來的 不是賣兵寫來的 你搞工科的人都知道 生產線的SOP 所以任何你的工徒生去的時候 去的一天之類 早上不會到下午你就會 而且不會出差距 永遠不會 那這時候就感謝九九城花寶的好處 你一口氣什麼這個三杯五杯 他都不會搞錯 比如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多兵少兵 他都會弄得很清楚 不停的重複 後面弄得很快 忽然快我們錢也找 我們也走 基本上不可能犯錯 不可能犯錯 那就這樣 我每一 我一分鐘賣三個 一個賺一塊叫三塊 你三分鐘賣一個 我看你要賺多少錢 要跟我拉幾 那就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才說 就怕你不知道你要什麼 只要你告訴我是什麼 我一定賺得到你的錢 雖然賺得很少 但是我最後結果一定賺最多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名言 說跟九十九個人合作 賺每個人一塊賺九十九塊 我不要跟一個單獨的一個人合作 賺他五十一塊 然後他賺四十九塊 不要 我都只要一塊就好了 那個是 我剛剛提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香港大陸那個合起來 它競爭力恐怕是另外一種 恐怕是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我跳掉吧 我要講一下policy 我跳掉幾個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我講一下這個吧 在02年的時候 我剛剛提到過 做過分析以後 他成立了一個專責機構 一個專責的機構 就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由經濟部來做 他有13項 剛剛看到的 營業額就02年到06年 這是他的第一階段 其實還不錯 成長的大概將近四成 三成半到四成左右 從業人員也增加了 然後產值 那時候我們GDP的產業額都說過 台灣基本大概四左右 大概七點多 所以也是一個還滿不錯的 他比你的GDP的平均成長率 增加了一倍 另外一些競賽的一些數據等等 就是說一個policy下來的話 其實是有他的好處 等等 在後面有一些 那我再講一下他的成效 後來做了一些08年 做了一些跨部會的 那麼政府做了哪些事情 他其實開始 文化產業 所以跟我做其他行業不太一樣 譬如說我今天去投資到武漢 跟武漢的短線電視 跟廣播電視局去合作 我投資Data Bus的基底盒 假如這個基底盒成本是100塊錢 那我投資1萬個 那就是100萬 我投資10萬個 那就是1000萬 對不對 我自己可以拿個三成或四成 就是三四百萬 另外五六百萬 我可以把這些Stata Bus的 那個頂叫什麼 基底盒叫什麼 基底盒拿去找一些投資公司 以延誤要抵押的方式 你知道嗎 不用拿百分之百的資金出來 可是當今天我說 他做了這個數字頻道 有那麼多的頻道 我投資一個聯繫劇 我拿一個聯繫劇的劑本去 你看看 傳官東延 班人碼等等 我總共要5000萬 我可不可以跟著貸款 沒人理你 就沒人理你 知識產權拿來貸款很難 難度很高 因為他是高貢獻的行業 高貢獻的行業 好啦 所以當時他做了一個融資的支持 就是融資銀行可以用知識產權做擔保 那他為什麼驗證呢 因為很簡單 部分的資金由政府來提供擔保 萬一你這個傳官東的part2垮了以後 那個部分政府來承擔 而貸款的額度他有一個上限 我的總計畫是1000萬 經過核定是1000萬 我可以帶800萬給你 這是一個上限 是這個意思 但是最高的額度有 除了百元比的 6500 現在大概以現在來看的話 1300萬的密幣是一個上限的一個計畫 我只能給你1300萬的密幣 這怎麼那麼高 1300萬的密幣不是很多錢 你變什麼行業 你是廣告的 那不是很多 你問那個工廠 你看看 100億不嫌多 200億也不算多 我是不是這樣子 大工廠 但是文化產業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只是多數是失敗而已 偶爾會成功 創官都是4000萬派的 可是他扮的就不修 不錯 創官都在拍PAT2 我判斷至少沒有6000萬少數 通常PAT2萬成功以後 PAT2至少會增加成本50% 因為眼圓紅的 劇本也紅的 導演也紅的 錢都紅的 然後你一定要加碼 因為觀眾沒有新鮮感 更多的成本去操作 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期限代表期限是7年 其實滿好的 滿好的一個條件 好啦 我們現在回到產業 產業經濟的角度來看 我們有一個三梯 在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裡面 第一個梯指的是人才 指的是人才 一個文化創意產業需要什麼人才 你認為文化創意產業要什麼人才 你搞廣告了 廣告是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是什麼 是 叫 就是不僅有創意 而且有展示創意能力的 執行力的 對 創意的 執行能力的 那什麼叫創意呢 就是能想出一些比較有個性的 就是有個性的 雖然說 可能個性不能帶到小時候 但是後來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 震撼等等 OK 好 請坐 一般我們認為一個文化 或一個創意的人才 我們這麼來看 因為你本身 什麼是你要的人才 要看你的產業特質 你到底要他幹嘛 你叫別人去Do something 就是說 你就去背九九成花瓶 OK 你把那個化學的那個因素品備好 你把什麼物理的言語備好 你把這個備好 備好 你去做這個事 做這個事 幾乎是我們從小的松國人從小 父母就告訴你 做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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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因為人家都這麼做 但是呢 很少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and to be someone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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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國的父母 其實不相信他們的父母 絕對不相信 他們都認為 就讀書 就讀書 讀書是做一個事情 你讀的書幹什麼 從來不知道 所以現在面對我們剛才提的 610萬大學生是不是太多了 我認為太少了 一個是產業解剖的問題 一個是所有大學在畢業之前 甚至考這樣 不要講到畢業之前 考進去之前 我從來不知道我讀的書要幹什麼 因為就叫你讀書 對不對 把數學考好 把英文考好 把物理 化學 統統搞好 你考進去一本的大學 這次不是to be someone just be something 你幹嘛 沒幹什麼 最近有一個日本人的一本書 就說 杭杭書叫你 所以你在台灣找文化 我不知道道路進來沒有 有時候翻臉名詞都太一樣 但是我相信會不會也進來 你找一本書 我名字忘掉 說得很好 叫什麼 我忘了 他這裡面提到幾個例子 有一個日本的小孩 從小被父母師長 長輩認為他是個社群人 他從小偷看成人漫畫 看成人的照片 去偷看那些黃色錄影帶 偷看他的什麼姊妹 洗澡等等 這個人不是色情黃 是很小的 很小的學生 但你知道這個人後來變怎麼樣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個小說家 成人認為他是一個色情黃 但是他對人感到好奇 對人的各種不同的行為他都感到好奇 他是這樣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見到任何人拆著他先拆掉 通常都放不回去 後來這個人 發明了非常多的發明家 他什麼都拆 電視機奇怪 怎麼裡面有人拆出來看看 沒有人拆 完了 裝不回去 不管 再拆 不停的拆 每天拿各種道具的拆 你想 你家裡有這個小孩 你的父母怎麼辦 獨打一頓就恨不得把他捏死 換在馬子裡 他也能介紹了很多這一種 那台灣 這個書印記載 就有些人倒讀 要寫前面那種倒讀 寫了一個例子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什麼例子呢 他寫了一個台灣最好的法學院 台灣大學 我知道大陸是北大最好的法學院 小父母就告訴他只有兩個選擇 要嘛當醫師 要嘛當醫師 當醫生 台灣醫生的收入跟大陸不太一樣 大陸的收入 大陸的醫生是提成的 這全世界有特殊的模式 我身受其愛去看病 他身體把所有可以能夠檢查 他所知道就叫你去檢查一遍 你不過吃個腸胃消化不遠 好像我已經快死了一樣 鼻子也過驗血 驗藥前來 但是我外組不是醫生 做了很多反沒有嘗試的事情 連那個副事長都看不下去 我就想 怎麼有這樣子 也不量體溫 也不幹什麼 我就問他說 你不應該幫我量體溫嗎 他竟然怎麼回答我 你知道肚子痛的 那一肯虛的兩千多也你知道嗎 結果整個快昏掉 那我要他幹什麼 我就氣死了 我說 那你有什麼用處嗎 那你把輸給我啊 那我自己來翻快一點 對不對 其實我就是一點腸胃的問題 因為39度高溫 年吃了兩天的川菜 喝了白酒 一定不這樣都不行 因為辣椒跟白酒會把你水平吸乾嘛 所以你的腸胃怎麼糾結成一條 就這麼簡單的東西 但是我怕萬一急就滿常的 不是不可能 所以但是我只要判斷五胖五胖高燒 還有一些症狀 他幫我按一按通的 自己也結掉了 但是這個要製藥我怎麼樣 照他檢查完了以後 萬一是急性盲腸炎 人一奉開 腹膜癮 搞不好就嗚嗚哀哉就走 你不停去檢查 連兵力館的人都該來 檢查輔導 那不管 他就考慮 排到法律系畢業 當了律師 當了兩年 他非常不快樂 他所有同班同學都在當律師 他很不快樂 所以他就不幹跑到日本去 在幾萬人裡面 考進了一個學校 那學校只收三十個人 幹嘛你知道 廚藝學校 他做菜學 他從小就對食物感到興趣 他很想當廚師 他現在是臺灣一個五顆星的酒店的主徒 是他人生要做的 很重要 在裡面說賈可舟這樣 常常出狀 你常常說你 以前我們都說 臺灣的學校 它這裡面 就是說臺灣的大學 通常你再大一個學生進來 我們有一個課子 叫登涯規劃 登涯規劃 輔導你要幹嘛幹嘛 那時候就告訴我們說來不及 你應該在讀小學 九歲 十歲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你要幹什麼 而且父母要鼓勵你的小孩 去做你該做的事 堂堂出狀態 那個叫做什麼 土壁善亂 土壁善亂 不是 土壁善亂 土壁善亂 清華大學的校長 我上學期在清華大學教課 我在研究室休息 我就看到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有個報紙 研究生報紙 應該可能我們花工也有吧 那個報紙裡面就訪問那個清華大學的校長 清華大學校長 我忘了叫什麼 是個驗室嗎 是個驗室 你應該知道 他這樣講 因為學生問他 他跟你們一樣 理工協科 基礎協科重要呢 還是創意重要 那 那個校長怎麼 姓什麼 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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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怎麼回答 他說基礎協科非常重要 讓人家有創意的這一切 海國經驗也非常重要 但是他認為在中國的大學 要多多的去鼓勵創意 因為中國人在進高校之前 已經把基礎協科搞到熟人 就快被搞死為止 我在台灣也是這樣 我跟你一樣上最好的行校上去 你告訴我們考試要怎麼 從小數學你絕對不可能考99分 你一定要考滿分 你每一科都要積極你滿分 尤其我對你那個山東 那何人來的我都有配合 你真的是開玩笑嗎 那個 假如有一種分數可以考到100.0001 你一定是哪一個 不然怎麼進來 根本不可能進來嘛 對不對 那我們都是怎麼樣 我們不是解題嘛 對題密嘛 只要看到題目就有答案對不對 練習到最後有答案五就知道有幾種題目 你是不是這麼玩 沒錯吧 你沒玩過 我們都是這麼玩上來的 真的不是這樣子嗎 因為你只要有一顆少一分 我跟你講你每一顆少一分 你就一分滾到二分 再大陸更慘 萬一 雖然每一顆都多人加一分 可是填資金的填錯 沒完蛋了 沒完蛋了 所以你不能夠有散失 你知道嗎 所以二十八十劃者 你本來花百分之二十的力氣 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夠了 國外的形象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但中國不是 我為了另外一個百分之二十 要花百分之八十的力氣才拿到二十 對吧 弄完了以後你還想幹嘛 什麼事都不想做 什麼也不想做 完全不想做 對不對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我為了那個二十 那跟我們的評論制度有關 你評論出是聽到小數點幾位 我不知道大陸怎麼打分數 考高考到幾位 小數點第幾位 小數點第幾位 高考是怎麼樣 分數怎麼算 我知道看總分的 小數點第幾位 小數點 歐美國家是算A十一 所以今天很簡單 我一百個人 在前六十名就得A了 那在中國裡面 第一跟二十是有區別的 你知道嗎 一百分跟九十分有區別 不過沒有區別嘛 一百九十九 九十八 九十六 九十五 九十四都是一樣的 不是都A嗎 我們有差別啊 有差別啊 那這個慘了百分 就一百分的這種等級的提升 是殘酷的 殘酷到沒有人性 所以你就要去增那個什麼 百分之二十 所以你怎麼會去搞 所以我蠻同意那個顧校長提的 中國的大協裡面 其實基礎協科呢 你用他的進去就好 你弄到已經什麼都不想玩 台灣也是這個地步 這台灣現在在做改革 改革就是把什麼 把分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等級 所以我們連考滿分 一顆是十五分 為什麼是十五分 就環在很多端家搞來搞去說 哎呀搞得五等級也不好 六等級那十五折中 就是說你考數學 你考滿分是十五分 最低是零分 零到十五分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就不管幾顆 你加一加加起來 總數是五分嘛 所以最高每顆都滿分就七十五分 就十五分 所以你知道就是說 那他是那個十五分的 是按道寸 任可排出來的 所有的考生裡面 乒乒乓乓排出來的 排成十五個等級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 十五個等級是幾分之幾 六點六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考在百分之六左右 你就十五分的嘛 每一顆都放在那上面 你看這有多輕鬆愉快跟快樂 不是考百分之零點零一嘛 不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 所以那個是有區別的 第一個文化創意產業 要的是三萬 不是三點嘛 所以中國到底有沒有人才 我都不知道了 第二個科技 技術其實很重要 這西方的一個燕影 通常講content is key 可是很重要 你的皇后不允許 你是什麼都不是 在西方的西洋期裡面來講 那個皇后是厲害的 就最厲害的 下期跟我們做象期一樣 是因為queen同意 queen是同意的 今天搞文化創意產業 沒有平台 其實搞不定 其實搞不定 光內容不行 這兩個之間 彼此是有關係的 就是第二個題 在文創產業裡面 好 這個我想 工科的人一般沒有可以提 我們有沒有寫廣播電視 在裡面 新聞學院有 我們就是 請問你怎麼都寫 Data Audio Radio 它在數位的DISCO的話 是keeper play 就三個是在一起 我很快過去吧 這個我不想再問太多時間 所有這些數據 比如像聲音 地圖 影片等等 是整個數據這個產業之間 所以從這裡面暫時說明 技術是有用的 必須要技術 沒有技術的話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融合 計算機 電話 電視跟電影 就這兩個 跟理事是在融合 我事業初 事業初在北京的時候 我去調研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成立一個公司 專門做什麼 非語音的 就是不是講電話的 這個部分的業務 到非正式的數字 我想非正式的數字 因為它告訴我是25% 結果它每賺100塊 75塊是你打電話才算到的 中國移動 另外25塊是什麼 彩鈴 手機包等等 那個都是傳統的什麼 廣播電視 新聞 出版在做的 25% 它有一個時間我忘了 因為我基本上來講 我做產業研究的人 我做經營管理 我只相信財報 有的財報都已經不可靠了 所以口頭講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聽聽 但是呢 所有全世界人都知道 以後電信業 講電話沒人會給錢 那個給錢的人 絕對是腦袋有問題 他不知道他為甚麼給他錢 你講電話為什麼要給他錢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現在連上網都不給錢了 蘋果電腦3G最快樂的是 因為Wi-Fi這個技術 所以我不用一毛錢都不要 我只要到星巴克 無線上網就可以上網 我連那個SIM卡都不要了 對吧 所以說講電話是不可能收到錢的 這個產業 所以他現在拼一代搶什麼 廣播電視的這個生意來做 另外一個文化是很重要的 文化非常強調包容 我剛剛提過 文化是生活型態 因為是生活的型態 不同的人啊 有不同的生活型態 不同的人生活型態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 中華民族或是講中國人 基本上是一個仇視外族的一個民族 很少人啊稱人家 稱Farlene 叫養鬼字啊 什麼鬼字啊 什麼叫鬼 鬼就不是人嘛 你懂我意思嗎 英文好像叫Aaron嘛 就是那個火星來的那種人 你知道嗎 所以我這次聽一個老外跟我講 我們就講人家老外老外 老外還好 就是外國人 但是有時候不是這麼講 看到那個養鬼字 然後他寫中文很久 他說你們是一個仇視外族的人 這第一個 這我完全同意 從語言上 他解釋了當然很多 結果沒時間 我們一起不同 第二個 我大學本科的同學 我那個年代置業的人 跟大陸現在很像 多數都到國外去讀書去了 很多人讀完以後就沒回來 留在那邊工作等等等等 至少有十個 我每次去加州跟他們聚會的時候 一堆人同學 聊天聊天 聊一聊聊來聊去 我的這一些台灣同學 都會講說 哎呀他們老外跟我們不一樣 後來越聽越怪你 老是覺得不太一樣怪 你看他們都移民到那邊 很久了 1977年就去了 去了美國30年 美國復兆 選美國總統 生了小孩在美國出生 全部講英文等等 諸如此類交流網 通通都是這樣一批人 他跟那個從德國移民去30年的 意大利去的 什麼去的 其實沒什麼兩樣 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德意 意大利意去講說 講另外一個美國人叫老外 只有中國人 到三代他還說他們是老外 我說你們老外 只有我一個 對不對 就是這樣 都會很特別 基本上來很難不跟人家融合的 因為從來沒學會 對別人的文化的欣賞 從來沒有過 甚至連自己的文化講講 所以人家就把你的工屋跟熊貓拿走 他覺得這個很好 你只是解答 你只是說說他拿走了 你想他你假如看不起工屋 他假如看不起工屋 看不起熊貓 他就不會做成了 因為他會去對別人加以瞭解跟欣賞 在文化產業這是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設身觸地去想想看 你要換位去思考別人的文化的特質 然後你才能用他的文化來賣東西 你才用他把它的文化生產成成品 你不能講說我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就像我剛剛提的 其實所有的現在在台灣的人 我想在台灣出生的人 是中國各省去的 像他是浙江藝烏 浙江藝烏 將就這一帶做事比較細膩 比較細膩 所以我們從小有時候事情很細膩 我們看一些很小的地方會注意到 可是有時候呢 我們會跟北方人也很像 台灣人他說台湖喝酒我們厲害 就指的是我們跟北方人一樣 其實不見得喝酒很厲害 但是那膽量都很大 那膽量都很大 那是有沒有東北人 請下手 就你一個人啊 就你一個人這麼可憐 沒人來 其實大家都誤解 認為東北人酒量很好 不是 東北人是酒膽很好 酒量不見得好 那時候就好像台灣的酒膽很好 但那個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是一個很多人 然後移民就遷徙的 跟傳官東那樣一樣的人 所以酒量不好 但你敢喝 把自己喝醉 或者把對方喝醉都不怕 是這樣的個性 它很複雜 但是呢 台灣地方很小 我就跟你講 當你1970年開始搞 從這個工業開始往商業貿易走的時候 你就突然發現市場太小 你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就把這市場做完了 所以你至少開始往外做 往外做 你就會養成一種習慣 你現在這個鞋子賣給日本人 賣給意大利人 賣給英國人 完全不太一樣 賣給英國人的鞋子都比較細長 賣給德國人 他們的那個角形是比較扁平的 比較扁 中國人比較寬 那個比較厚 也然不同 包括生產眼鏡 台灣曾經做這個鏡框 也是全世界幾乎從輸出去的 外國人的臉是比較扁 對吧 中國人的臉是比較嚴的 中國人的臉是比較嚴的 所以外國人的臉比較像魚這樣扁的 所以它這個眼鏡的主劇裡面 有些你出國你買不到你帶的 那不太一樣 種族的不同 所以我從一開始會去想 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但是呢 大陸市場很大 那我來了那麼多年 八八年在這裡 大陸很少就想說 我的顧客要什麼 他會想到說 我怎麼樣給 怎麼樣把我的東西給顧客 給他什麼東西 推銷給他 你剛剛聽過我講的台灣人賣冰 反正你只要你開口講得出來 所以我一定會給你 所以台灣有一家冰淇淋店 賣冰淇淋的很有名氣 它有兩百多種口味 想說做什麼啦 我告訴你 有四川麻辣口味冰淇淋 其他你就不要說的啦 光這一個就夠雷你啦 其他的很多很多 其實那有 所以我每次都會帶大陸的朋友去看一下 哎呀 不是 就算你不吃啦 你光看看那個招牌 你都覺得很過癮 大家都拿照片去照一照 沒有人相信嘛 只要你想得出來 我一定會做給你 做給你 就像那個我說接訂單嘛 你給我規格 我給你 這個靈界你發明出來 我給你 大陸不太一樣 因為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整個完整 自己做一個完整 你們知道有一家火鍋店叫海底撈 知不知道 外省來的人可能知道 海底撈知不知道 北京上海都有 知不知道海底撈 沒有人知道 知道 有吧 海底撈有什麼特色 這個火鍋店 這個火鍋店 你沒去過 你這樣子上網 海底撈夜叫海底撈 它這樣 這個火鍋店很特別 譬如說它的 總共有五百平方米 這五百平方米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 一百五十平方米是什麼 等候區 它每天大排長龍 一般等候的時候 有些連體質位置 沒有 它等候是很舒服的 有沙蛙什麼通通有 可以拿象棋 可以打普克牌 他還問你說 不僅是給你茶水喝 白開水 茶水還有熱豆漿 都不要搶 每一桌的客人可以 女生可以修指甲 男生可以擦皮鞋 你懂我的意思喔 這個都是free的 全部都是免費的 免費的喔 他其他裡面做的那個火鍋什麼 跟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服務是這麼做的 所以他生意非常好 都每天大排長龍非常好 可是這是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理念 但是我常想 其實像我來講 我又不插皮鞋 也不修指甲不下象鞋 我只是要吃個火鍋 叫我等二三十分鐘 我實在不耐煩 我不願意 我想要到我要的 但是他思維不同 就是說別人沒有 我加給你什麼東西 你懂我的意思 他是往下加 因為我可以完整做 因為台灣不行 我只能做一點 因為在整個這個公司中間 你做這個東西 我不是自己完整做 我說沒辦法就這樣子 那我是不是給你噴金漆 不行 這不歸我 我只做這個標籤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只能把標籤做得很好 不會掉下來等等 我不可能加東西 但是我會按照你的需求 給你要的 這是不同的思維 你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喔 不同的思維 所以各有利弊 台灣在做整個完整產業鏈 經常會碰到困難 很多人想說 哎呀算了我不要弄 我就把那個點做完算了 我不曉得這個你做 這個我做的那樣子喔 那大陸可以完整做喔 所以我剛才提到之後 其實合起來更有它的利弊喔 這個我跳掉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一定講創意創新 跟創業是不太一樣的 我常覺得創業很重要 沒有錯 不過光創意其實問題不能解決 現在是八點半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表喔 對不對 對嗎 對 創意 什麼叫創意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住 創意跟點子是不一樣喔 創意跟點子不同 哎呀有很多點子喔 很多點子 原創本身 假如我拍一個東西 我是擠得裡 像我要角色啊 場景啊 故事到底是什麼啊 沒有這個的話就沒用喔 我只有一些點子 那是不行喔 但是呢 這個通常光做這樣就沒有用 我玩不下去 我玩不下去 所以我必須要什麼呢 創新 創新是什麼 是整個作品的產品 創新的構面有什麼 我有什麼商業模式 資金 技術 組織 人才資源到底在哪裡 假如沒有 你說我弄那個東西有什麼用 我拿了一個劇本 設計了一個很好的故事 我找不到商業模式 我資金也沒有 技術不知道在哪裡 我有很好的構想 哎呀這樣這樣這樣會很好看 怎麼諸如此類的 結果人家告訴你說 哎呀沒錢 所以我沒辦法就做後製作 後製作機器很貴 就算有機器 我們沒有人會用 那我就沒責了 我人在哪裡等等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談到這個事情喔 台灣因為地方很小 台灣的很會寫劇本 可是這幾年我們很慘 你們看不看台灣的偶像劇 你看看什麼 最近哪些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 這樣子啦 那個最近偶像劇太多了 有的欣欣舊舊不知道 遊行花影有沒有看 這個是遊行很久嘛 到現在還有一些 殘疑的那個影響力在走 偶像劇蠻多的 蠻多的 你要知道我們為什麼去拍偶像劇 因為我沒有演員 我們沒有演員 大陸的演員是比較多的 比較多 台灣沒有演員 沒有專門信念演員的專業學校 沒有 那麼有很多人不願意去演戲 所以我沒有演員你知道 當沒有演員的時候 我演戲要演技的戲我就完了 我劇本寫得出來 我沒有演員 那我沒責 我找不到年輕的演員 那你知道 拍這種連戲劇啊 我藍一跟女一 假如都是那個會演戲的 基本是中年以上的 那我掛掉了 你懂我意思 沒責了 我一定要有年輕的 能夠演那種年輕 二三十歲的這種女一跟男一 女二跟男二 所以最後只要演偶像劇 偶像劇不需要演技 對吧 不需要演技 你看流星花園的劇本是幹嘛 日本漫畫 是日本漫畫 所以漫畫人感情不用演技 你懂我意思 跳跳跳跳跳 漫畫人 基本上他不太需要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偶像劇 我沒有演員 沒有演員 因為有那個部分 我後面沒有人 我是操作不下去 不然那個戲很擔保 沒什麼樂趣 沒什麼樂趣 但是呢 OK 我這樣就好操作 結果有時候來做都是如此 有很多的演員 我經常做兩岸交流的時候 大陸的學生有很多才藝 台灣的學生沒有才藝 我假如說 比如拉小瓶琴 沒有大陸拉的 跳芭蕾舞也不行 反正你想出來 所謂的精闢的 在專門的藝術學系面出來 他全部都不行 所以通常做晚會的時候 我都看到大陸的同學的代表 唱個美聲啊 拉小提琴啊 會諸如此類的 吹個薩斯風啊 台灣的學生通常幹嘛 做綜藝節目 我節目始終都不需要嘛 你懂我意思 完全不需要 對不對 我們都做綜藝節目 當然你們也喜歡看台灣的綜藝節目 從那時候康熙來啊等等 這一路這樣子走下來 這綜藝節目有 綜藝節目的遊戲規則 綜藝節目的遊戲規則 但是我要做一個完整的 這個所謂的 比較高層次的這種藝術 難度會很高 難度很高 那我沒有人頭就死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就是說 創意我假如沒有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玩不下去嘛 所以你要不停的修改 最後更重要的 我假如沒有辦法試越快 沒有按照商業價值去開發 而創新擴展延伸的商品 價值的回收 那還是沒整 那這小鼻子小眼睛做做就算了 美國在2001年 針對前美國的民眾 做了一個大的調查 就在這麼多這麼多的這個漫畫 卡通啊 動畫裡面 他做了Top 100 前100 就是說 影響美國家庭最多了 影響美國的年輕的女孩子最多了 什麼什麼這樣 哪一個漫畫 各種不同的 100項 其中有一個問題 你認為假如美國發生危機的時候 哪一個漫畫或是這個動畫的 哪一個動畫 會是拯救美國的英雄 你們猜猜是哪一個 不是超人 不是超人 不是蝙蝠俠 不是蝙蝠俠 變形金剛不是 什麼 不是 不是 不是蝙蝠俠嗎 你知道蝙蝠俠有多可怕 你好 美國經濟今年這麼不景氣 第一季 我們講第一季叫第一季一月到三月的時候 收視力廣告賣得最好的 Simpson 30秒廣告 62萬3千美金 免30秒 Top 1 今年播了20年 這個沒什麼了不起 上網去看一下Simpson Simpson裡面有一些 譬如說Simpson裡面的是人嘛 他要喝可樂啊 可是按照美國的商標 我不能隨便把人家寫可口可樂 你懂的意思 不行 他創造了一個可樂的名字 我告訴你 現在那個可樂賣的比可口可樂還貴 在特別的店賣的 在特別的賣的 因為Simpson本來是深入美國家庭的每一個環節 五個主角 包括他的小寵物 他們用的東西 吃的東西 都有特別的商店在賣 錢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20年來 隨著美國整個的社會的發展 經濟的起起伏伏 Simpson家庭跟他們共同夫妻成長 他隨著走 很嚇人很嚇人的一個 一個 叫Simpson 那個 所以你很難想 不要小看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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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是老國力 不講這個好不好 我來講這個 好 還有幾分鐘 可以隨便講 沒關係 沒關係 為什麼沒關係 在講呢 沒關係 等一下 還有個教授在等我 你看看我怎麼講 這樣子 我想我這個還是講一下 我說過它是高物價價值的價值 這個沒有什麼 反正就比較那麼小 隱形價值 我先講一個 什麼叫隱形價值 目前在市場上沒有被呈現的 或是沒有被實現的價值 這個價值 市場上這個東西沒有呈現出來 我們稱作隱形價值 文化產業的隱形價值 你也告訴我隱形商業的價值 對不對 因為你經常看它的卡通片 你看它的電影 經常有人問說 哎呀 台灣是不是受日本人的影響很深啊 等等啊 你們是不是在日本怎樣 我告訴你 根本我那指的是我指不顧的那一代的人 那些人全部都走 我出生的時候就 已經沒看到日本人了 懂嗎 沒有了 早就走了 沒有 來自哪裡 當然是日本 日據 結論是日據 就好像很多的 包括大陸的大前戲寫韓語 韓語 為了什麼 大腸經開始的 後來就跟了一大堆韓國人往上去 對吧 很多人對日本是來自什麼 索尼的東西嘛 對不對 它的產品啊 等等 師傅常常看過 每次 現在一到了就 就反對去等 反對完了以後 回家繼續看索尼的電視 從把它筆電打開來用 它那筆記型電腦還是蠻好的 沒有蘋果的那麼一樣 可是還是蠻喜歡 我還是蠻喜歡索尼的筆電 因為 蘋果用起來不習慣 非商業沒有錯 是非商業 可是 就是它 我不想講這個 我不想商業價值 像這樣 依然有些是被隱藏著 這是一個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的 當市場失明的時候 所以我這個市場 市場本來照說它的運作 運作 市場就叫供應需求 有沒有經濟系的 我想要一個經濟系的 很棒的 經濟學系 你看到誰啊 你現在幾年級 大三 大三 很好 念了很多經濟 叫經濟學的吧 從最早大一開始 那接下來 哇 個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都沒有 那你念什麼 金融 你有分專業是不是 金融更好 你告訴我 Anyway 你是經濟學系 你告訴我 你念經濟學 念到大三 你認為哪一個原理最重要 哪一個 你問一下你的書籠 就是一個 供求 供求 OK 不錯 我接你直接保言算 經濟學你不要管他輸有多後 所有的東西就是供應跟需求 就是這一個 我們多數人不是要寫洛貝爾 不是要得洛貝爾經濟學獎 也不要背那麼多偉大的事情 其實都沒用 因為華爾街裡面 搞得最慘的那個基金 是兩個洛貝爾獎的得主 其實操作基金也就是供應需求 供應需求 只要當時放進去的數據 判斷錯誤了 所以公司沒錯 數據是錯的 經濟學上面 經濟學只要講供應需求 經濟學 我記得我大一在讀 經濟學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 經濟學書裡面的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 不是那個書裡面才偉大的理論 寫序的某一個人 不知道是誰啊 他說一百個經濟學家 針對一個經濟的現象 發表意見 哇 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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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一百個人講完了以後 第一百零 第一個人又改變意見 位置 一個人講一分鐘 一百分鐘以後 時空背景現象形變 不同的條件 他的主張不一樣合理 所以我講經濟學家 講的事情 是看他思考哪個變數 所以結論不一樣 永遠不會一樣 而且通常都猜錯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們不管他 我們就回到經濟學 就是供應跟需求 最簡單的原理叫供應需求 也就是說 當我們這裡面 比如說我們有一百個人 但是呢 我們等一下說要考試 每個人要有個比 但是只有十支比 那就不太一樣了 對不對 大家要搶比 一百個人搶十支比 倒過來 我十個人 有一百支比要賣掉 哇 那又是供應需求的問題 昨天 有一個老師 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聽起來 只有各種可能性 我還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我只知道 我們華科大 七個男生 一個女生 對吧 七比一嘛 OK 好 也知道 每個學生分到七棵樹 好 我現在講 這個老師的小孩 他情人節的時候 他要鍛鍊一下 他披花了兩百朵玫瑰花 準備在校園把它賣掉 不多吧 這麼多人 八萬人的一個大學 嚇死人這個 假如八萬一直代表 七萬個男同學 對吧 一萬個女同學 對吧 兩百朵玫瑰花 結果只賣出五十幾朵 這就很有意思了 我不知道這個供應需求怎麼採 他本來的邏輯很簡單 七個男生要買花去搶那個女生 供應需求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他本來定價五塊 到下午情供不會改成兩塊 我現在不知道是華客的男生太小氣呢 還是華客的女生太實際 情人天 講錯什麼花 兩塊錢的玫瑰花我才不要 你可能要別的 送個什麼金沙巧克力的也可以吧 包個巧克力是比較貴一點 我不知道這原因在哪裡 當然也有可能 因為 你看這個很少嘛 新生訓練的時候 剛報到的時候就已經被封光了 然後一旦騙了一對的時候 那男生不會再送花 女生也不要花了 這個很簡單 你回去問你媽媽看看 情人節她才不要玫瑰花 她哪那麼笨 她絕對不要 她已經說折線比較重要 絕對沒有人要 我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但是它是一個供應需求 所以供應 只是說我那個岩樹在哪裡 岩樹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好啦 今天不講經濟 我等我回來這段話 市場是在供應需求的時候 你記住就是供應需求就好 供應多 需求少 那個價格跌 供應的量很少 需求多 價格往上 就這麼簡單 經濟學搞了半天 讀到博士也不會就讀這個 你 市場有這位 做任何事情都要誘因的 男同學不願意送玫瑰花給你同學 肯定都是誘因 不只可能是演藝術 我這次講真的 對吧 你有誘因 或是你同學不想要玫瑰花 寫功課的人比較實際嘛 寫功課的人有標準答案的 數學都不錯 可能那個花多數賣到新聞系去了 新聞系的人數學通常都不好 我問過很多新聞傳播系的 你為什麼填這個專長 搞來半掉是因為我數學不好 這個怎麼會算作一個專業啊 那個因為我數學不好才唸這個 人家怎麼說我什麼好去讀什麼 但是你們新校不在意 就考功課進來 你知道 那就完了 連新聞系的都這麼理性 都一加一等於二 誰怪玫瑰花別人要 哪有那麼笨的 我想說到的 所以說買的花也是 哎呀 但是你還是有智慧 經濟憂因不足 我們看一下 文化創意產業經濟憂因不足 有一種現象 它市場的利益外溢 本來應該創作的東西 要留在這個池子裡 但它滿出去了 滿出去了 到別的地方去了 就回水澆了別人的田 人家回水不落外人田 它出去了 利益不歸原創者 其實盜版是這樣子 我好不容易做了一個歌曲 結果我根本沒有什麼好處 盜版的人賺得比我還多 我拍了一個電影 盜版 看瘋狂石頭的人幾首 在戲院看的幾首 你自己看嘛 那就是這個 所以做原創的人通常很笨 你知道嗎 他只是不小心的 有很多原創都死得很難看 我認識那一批人 他死得很難看 但是因為他們都是文化人 每天在北京飄來飄去的人 他一輩子拍廣告拍廣告 比較好賺錢 賺了很多錢以後 現在一個也是一樣 北廣畢業的 每天想拍電影 拍廣告他拍得很棒 他拍一個廣告一拿是三十十萬 他的導演費 可是他存了幾百萬 只被去拼一次拍一部電影 搞不好就沒 有時候要嘛沒有人想盜版 要嘛就被盜走 就是這種情報 第一種 有時候沒有人要盜版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送給你你還不看對不對 當這個模仿是沒有創意的 創意活動就會停下來 經濟的誘因不足 這個裡面來就沒有人會去演唱 你懂我意思喔 但是另外一種 就是外力的獲益者 我是模仿 但模仿進一步提供的創意的話 這對整個行業 不會產生陽性循環 所以說有創意的模仿 完全百分之百的copy 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喔 其實我不是那麼反對山寨機 我不可工程 假如說他的技術上是安靜的 不會像有人講的話我不反對 因為山寨機是有創意的模仿 所以我所知道一些知名的品牌 也不停地研究那些山寨機 到底做了什麼組合 你懂我意思 因為它可能更符合市場的需要 你明白我的意思喔 它是很市場性的喔 聽說現在山寨機 可以量身定做了嘛 對不對 你跟他講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我外殼要像Nokia 我功能要像什麼iPhone 你聽說可以這麼拼 我不知道真的來講 但是 那這個就有創意的模仿 你懂我意思喔 當這樣的時候 它會慢慢會延伸 使那個產業是有好處 社會有好處喔 當然我不是在鼓勵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是要區別 山寨機是比較有創意的模仿 你要了解 比較而已喔 好了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優異不準 第二個 什麼叫交易成本過高 交易成本過高 這創意沒有辦法順利引進市場 因為這些其他的職業 這個很重要 人才 金融跟法力方面 我這個市場上沒有這麼些好的服務 我人是沒有辦法 我是一個很好的歌手 我要賣東西 沒有非常好的經濟人 沒有非常好的服務等等 你是做不好的 經常我在北大上他們文化創意協議的同學 他們經常會問我 你們的那個創意的節目是怎麼做的 你們什麼幹嘛等等來講 我只能講我們的製作團隊 跟我們的經濟人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沒有一個好的經濟人 沒有好的一個創意的團隊 你這個人怎麼樣 什麼都不是 你必須要一個組合 一個team裡面 來做協助 來做協助 這樣沒有這些 我的教育成本會很高 教育成本會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 其實在文化產業是重要的 藝術美學對創意跟消費者 它是相當提升的 演戲的人不到Bloway去的話 是沒有搞過的 因為你到Bloway有全世界最好的製作人 全世界最好的演戲 演出的partner 有全世界最好的觀眾 最嚴苛的觀眾 你會提升的 你在一個文化藝術品味不夠的市場上 你弄得很好 你沒有掌聲 你亂搞只有掌聲的 你懂我意思喔 我最近看了很多的舞台劇 其實我們失望的 怎麼可能把一個字 劇本寫得這麼差 後來發現觀眾要求的多 我是講真的 要求是多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了 也就可以了 它要求並不多 這個是很重要的 藝術是需要 台灣的環境跟大陸很像 我們從小都在 我有美術課 什麼課都有 這從來沒上過 都是自修拿來考試的 你是不是這樣 肯定是的嘛 假如那個美術課真的要畫圖 一個真的要唱歌 家長一定去罵校長 你就要把我小孩的前途搞不見了 唱歌人幹嘛 到街頭裡面去賣藝 畫畫人幹嘛 塗牆壁 絕對沒有人給你這個鼓勵 對不對 通常 所以很聰明的 中國的美術老師 英英老師 通常什麼活都不幹 要嘛說自修 要嘛很高興的把這些課 都借給數學課 什麼課對不對 都是這樣 等到教育部的讀協來的時候 那些老師再來玩兩下 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 一定是這麼做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下面的人不知道你在幹嘛嘛 所以你弄不起來 你也提升不上去 這是文化產業裡面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好啦 講了那麼多 我跟你講 它是有方案可以解決的 文化創業產業的隱形教育 就這些失靈的東西 我怎麼把它找回來 我把外溢出去的 一出去的 回水流出去的那些回水 活動 把它帶回來內部化 流到我的產業來 其實是這樣 這樣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也就是第一個不行 我出去的利益 假如推動的本來沒有好處 這樣只是被盜版拿回來 但是呢 接下來假如說我乾脆 我能夠把這個利益整體的產業做多元經營的規劃 所以現在唱片業剛開始被盜的時候 他們真的棄得要死 現在不會 我乾脆把這個納進來 我網路可以合作 對不對 跟手機的產業可以合作等等等等 就營業模式改變了 所以現在CD本身不是產品 寫廣告的 它叫什麼 DM 它是個廣告品 就是我不怕你到 你就聽嘛 盡量聽嘛 聽完了以後 你會來聽我的演唱會 對吧 聽演唱會終於來了 我就不怕你 演唱會有人要聽好冒的 我一定要看本人 對不對 你是聽演唱會還是看演唱會 你是看演唱會 聽的話到網路上聽就好了 對不對 現場哪裡聽得到什麼 吵了跟要死 對不對 看嘛 因為看不到你就會很失望 我就給你看螢幕嘛 是不是這樣子 最後 先搶票 票搶 不只是搶票 要搶什麼 搶紀念品嘛 對不對 Jolin 蔡依林的演唱會 一條你那個小毛巾 你說你到隨便找一定要買多少錢 五塊錢了不起 蔡依林演唱會的毛巾多少錢 就洗臉 還不是大的 我講小的 五百台幣 一百人民幣 在台灣 而且收集的人 搞不好網路上 他一搶到以後 他限量 對不對 他會有2009台北 2009上海 2009武漢 2009北京 是不是這樣子 樣子都一樣 只有那個城市不一樣而已 2009東京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麼走 五百 愛買不買隨你 對不對 我每次一看都嚇死 天啊 這個怎麼搞的 怎麼這麼貴 但是我們不需要反對 因為我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他改變了 所以這樣變成什麼 我到網路上用很低的價格 讓你去聽啊 弄啊 搞來搞去 沒有關係 你就中了我的鼓 來參加我的演唱會 我的代言人 挑會拿五百萬 做一次代言 就CD沒關係 讓你聽 盡量聽好了 盡量到 改變民意的模式 把這個意義帶進來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個最典型的 你們會耳熟人想的一個例子 在講這個句子 全世界文化創業 文化創意 尤其是電視的欄目 原創的電視欄目 最多是哪一個國家 你一定會很驚訝 你猜是哪一個國家 不是印度 英國 你為什麼知道是英國 不要每個課都來上網 是英國 英國 英國大概這個社會被壓抑太久 它就變得很有創意 我是講真的 我是講真的 當一個社會 每一種蜘蛛壓抑很久 那個社會裡面的人 在那個方面的創意就特別緊 皮球不壓不會彈 百分之六十的 原創的電視的欄目來自英國 還有剩下的市城 來自於美國 加拿大 歐洲 日本 是這樣主權的 英國偶像 2002年 美國偶像 到現在贏得不得了 這個就是什麼 超女的情深 就是超女的情深 它有什麼好處 摔隊中的唱片市場 因為歌唱比賽 唱片好奇 而且比賽不會是 比賽自己做了新歌 這樣怎麼比 一定是老歌 所以老歌又可以賣 你們包括那些老歌手 都嫌疑翻身又出來了 本來年輕人不知道我這個歌 我真的不唱了嘛 但是因為比賽的這一批人在唱 他是不是又又來了 台灣現在那個什麼 那些老歌手 就我那個年代的那些老歌手 叫縱貫線 天啊 在北京的賣出還賣得真好 而且票還真貴 他票比較貴 為什麼 這個是產業的原因 王輝現在 現在付出沒市場 王輝在等十年他會有市場 就他的輩子到四五十歲的時候 中產階級 小孩長大了 不愁吃 不愁穿 他會願意花八百塊錢 以上一張票去聽王輝 因為他成長的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等到你們這批人 又長得大一點了 就出社會了 就沒時間 去聽演唱會的時候 什麼SSE啊 什麼酒令啊 全都完蛋了 那等到你們四五十歲的時候 他們會再付出在你 這個是一個進步 你不要開玩笑 在歐美的國家裡 你會看到那個主戶籍的人 白頭髮的人的夫妻 去聽Beachys的歌 你懂我的意思 諸如此類的去聽什麼 這些當年那些年代的老歌 那是正常的 票選市場啊 等等 事件上出來 超女是有創意性的模仿 他操作了很多的嚴肅 在英國跟美國市場是沒有可能 所以他做得還不錯 做得很不錯的一個 也蠻賺錢 可是接下來以後 其他那些電視台啊 包括中央台 全都是毫無創意的模仿 所以終於把大家一起打死 全死了 現在誰還看 沒得看 沒得看 全部打死 所以我覺得事實會說明一切 模仿會把產業打死 所以有些案例 在這個之前啊 所以我個人截了 文化創意產業 我已經提到過了 你全部用模仿 不鼓勵原創的話 市場會失禮 所以你不會願意去做原創 當這個社會裡面 都不願意做原創 你這個產業基本上是結束掉的 你會認為我就模仿別人的東西 叫占便宜 可是基本上來講 你根本沒占到便宜 最後你這個社會的人 不會有任何的創意 我覺得公屋熊貓啦 只有這典型 公屋熊貓就是給那些 到目前為止不鼓勵 中國人自己搞創意的兩巴掌 左邊一個叫熊貓 右邊一個叫公屋 你連這個元素都這麼完了 你可以想想看 你接下來差不多 你一定會看到什麼 什麼孫悟空啊 什麼其他的啊 什麼三國演藝啊 接下來來講 你看到的這個紅樓夢 恐怕都是藍眼睛的人 你也不要驚訝 真的會的喔 好 那我們看 你時間了嘛 嗯 不知道 我有四個案例 我們挑一個吧 好不好 我挑一個好不好 想聽哪一個 第一個是舞台劇 表演工作坊 賴森川的 對 第二個是那個掌中的那個布偶戲 第三個是非常傳統的 非常鄉下的野台戲 第四個是一個自然的一個風景保護區 他把它做成文化園區 你想聽哪一個 第三個 聽第一個幾首 往下 第三個 差不多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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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啦 我 我先講一下三好了好不好 三稍微多一點 假如可能 我用很快的時間喔 然後講一下一 然後 看得到嗎 這是在戶外的 這是一個戶外的喔 那麼 你可以看一下舞台在這裡 他的演員在這裡 他是吊鋼絲過去的 這個戲叫做什麼 白蛇傳中的水淹金山寺 水淹金山寺 他的演員要從這裡通通跳到舞台去 過去吊鋼絲走的 然後呢 他這裡面噴出來的水 因為水淹金山寺嘛 所有的觀眾都打雨傘都穿雨衣去 因為他們知道有這個場面 有這個場面喔 這種戲你只有在電影 對吧 還有咬不起電視看到 你不會在野財戲裡面看到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傳統的 有沒有閩南地方來的 泉州 廈門 有沒有 就閩南裡的歌仔戲 他叫歌仔戲 很地方的小戲劇 跟北京的京戲不太一樣 北京的戲劇從國民政府時代 一直到現在都一直是政府在鼓勵的 他不是沒人理他 所以只唱歌仔戲 家裡蟲的一蟲二百沒飯吃 不讀小學人去唱這個戲 誰去看 沒有讀書的農民去看 他是這樣的 有八十年歷史 後來他整個創新集 場面非常浩大 他也到市內的那個國家劇院成績演 那我們看他一下 他是什麼樣的 我剛剛提過 是非常傳統的那種影台戲 那麼二九元成立的 老了不能再老 OK 傳統戲其實已經沒能看了 市場規模也不夠 根本越來越多的人 沒辦法跟你難理的這種戲 非常傳統的 好啦 他開始做一夜結合 從文化產業鏈 來產生價值市場的競爭力 我們直接看手段吧 他做什麼事 他把現代劇團的編劑點進去 編導制度 新的劇目 寫新的劇目 舞台改變了 你看看那個舞台完全不太一樣 那個舞台絕對不是一個 搭一個野台子 雙個步步出將目像就這樣子 他完全不是這樣 中國傳統的舞台劇裡面 他表示這個人有工夫的話 頂多把桌子疊兩個 從上面翻下來就結束了 那不是 他是鋼絲 爆破 錢都做 電腦制度 你聽不懂嗎 把電影的分鏡技巧弄進去 電影的分鏡技巧在舞台上 我可以透過燈光 你可以透過燈光 所以當他從那邊飛過來的時候 我用燈光水去打他 你Focus在上面 你懂我的意思 可以看得到 當我這邊熄掉的時候 我換另外一個焦點 可以 當他下來一插那 他用另外一個燈光 把那個焦點轉移掉 你往那邊看的時候 這邊一關掉的時候 那個點也已經落在台上 它會落在台上 這是電影的分鏡技巧 他把這個放進去 就是說 原本就是幾個人 一家人五六個人 爸爸媽媽一起唱的戲 他把它變成這樣 所有的嚴肅 錢都是最傳統的 最容易的 最容易的東西 它沒有什麼偉大的東西 電影拍攝中間的 耀鋼 施拉 爆破 光影效果 他全部都放進去 他的血藥裡面結束 現在這個劇團裡面 唱戲的人都是大學以上的人 研究所的學生等等 他不是農民看的戲 然後他一年演100場以上 包括在國外 他有非常好 他就是一個異業結合 電影多沒點 基本邊寫等等等等 OK 就是把整個已經 這個就看起來 這是好萊塢在做的事情 他也是這麼做 所以嚴肅沒有問題 中國文化的嚴肅是可以用的 是重點情做了什麼 然後他現在目前的情況是這樣的 每年公演那麼多 那麼市場性什麼通通不夠 有中國的文化元素 有市場性 有市場性 最古老的東西 80年前的一個劇團 而且它對其他產業的產品 你還記得美國那個copyright 以前我做這些燈光啊 這些東西 我只能賣給拍電影的嘛 要不去賣給拍電視的 哎呀好像沒想到 你那個演台戲的人也要 你是有一個另外的 一個新的 一個貢獻出來的 所以產業鏈來講 它是彼此有好處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 看過表演工作 《暗戀桃花眼》有沒有 看過喔 看過喔 他很特殊 這是他的一些電影 電視或是舞台趣 他的領頭人叫賴森川 賴森川1985年 俯美國拿了一個記憶學的博士 來到台灣以後 他到唱片行想賣個相聲 你知道什麼叫相聲嗎 可是那時候的唱片行裡面 那個年輕的奏獲員 不知道什麼叫相聲 他很傷心 非常的傷心 說他喜愛的這個 這種表演藝術 既然在台灣沒了 1985年 我的天啊 誰還看 有多麼多的選擇 電影 電視 旅遊什麼 1985年 誰還看兩個人在上面穿一個長袍 你說我說 你說我說 有什麼樂趣 一點樂趣都沒有 沒人要看 他很傷心 所以他就弄了一個 叫今夜我們來說相聲 是幹嘛 為了紀念消失掉的相聲 那個場地有多小 比這裡還小 總共只有一百多個座位 典型的小劇場 後來沒想到 這個新的舞台形式很難 85年 同時整個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 他把希望的舞台 中國的相聲 電影 電視全部融合進去 所以融合進去處理他的相聲 他是把精緻的藝術 跟大眾文化結合 他做了一些手段 按捏台灣演 現在一直在中國大陸各地在行為 一直有在行為 他以舞台劇的創作為主軸 相聲 電影 電視 單演劇 這些表演藝術把四種 四種藝術結合 他做原創 他一直做原創 所以他的原創產量很大 他有一個外表法實驗檔 他是off-law-way 不是外表演會 所以他外是這個 他在表演工作法 實驗沒有錯 他這個字我沒有寫錯 是學著實驗的檢驗 這就是四個頭上來 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好的原創要 一個劇要進入十年檢驗 創作實驗的小劇場 八五年那一月開始 就是他們整個那時候開始 長開來的 現在很久 那我們看一下他目前 那天他賣了兩百多萬張 八五年 那很嚇人 那時候台灣的盜版還是非常厲害 那個盜版的演員超過 幾乎每個家裡面 你家裡總是有 不管是盜版的或是 或是他有版權的之外 暗電桃花也 現在一直在演 他創造一種新的觀眾 新的視頻 新的劇場文化 他整合多元的表演藝術 我們來看一下 他把四種表演藝術做整合 相聲舞台劇電影跟電視的單演劇 電視單演劇跟連續劇不一樣 單演劇就是說 我每一天都可以獨立看 明天要再看也能看 不看也不會沒關係 後天再看不見得要看中間那一天 這個叫什麼 有沒有看過 Sex and City 伊望城市那一種 有沒有看過 四個柳葉女人的那個 Sex and City 叫伊望城市 你看 相聲他們有七部 你在網路上可以download來聽 暗電桃花也的舞台劇有四十三部 另外電影兩部 電視單演劇 95年到95年我們一家都是人 後來又做了一個 七年以後又做了一次 我們兩家都是人 我們今天說我們一家都是人 你猜猜看 他是個電視單演劇 你認為他播了幾集 多少集 一般闖關東五十 對不對 那個什麼韓國那個什麼大禪金 好像也是五六十對不對 多少集 幾集 不只七十 不只一百五 不只四百 六百 六百 一個禮拜播五集 六百 他播了兩年多 播了六百集 單年劇 六百集 六百集 我告訴你 這個還不稀奇 你要知道是什麼樣的六百集 你會嚇死 你會嚇死 六百集 各位記住這幾個字 現場之波 不是一路的 第二個 劇本是每天它是一個時事的現代劇 今天發生什麼新聞 當天晚上的單演劇那個主題就出現了 比如像今天的話 一定會有墨西哥的那個什麼 土流感 土流感 一定會有 是現場六百集 每個禮拜 禮拜一到禮拜五 現場直播 這個可比新聞辛苦多了 總共六百集 演到最後結果 這個戲為什麼停掉 你知道嗎 看來看為什麼停 什麼 什麼金融危機 什麼 我是編劇不想寫 哪有編劇啊 被每天當天搞定的 大家一個人一起來搞定 什麼壓力太大 什麼功能 演年不演的 我跟你講 所以當他不演的時候觀眾都很難過 你知道嗎 所以才會七年以後 又搞了一個我們兩家都是的 那時候很多人都不想演 你想想 你看 搞戲的人都知道 演年有上戲跟下戲 就我先上戲演 我要變成那個角色 你懂我意思 咦 結束以後 OK了 我下來恢復我本人 你懂我意思 當你跟這一家人 搞了六百集 六百天 每天真的這樣玩的時候 你已經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哪一個人 你到底是哪一個人 正在這個裡面 我一家都是 問題你已經搞不清楚 你是哪一個人 所以常常到後半段的時候 有很多的演員 就關在他家裡 你知道嗎 門關掉 電話不接 再怎麼敲他都不動 就不知道他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當天怎麼辦 完啦 八點 直播 我只要講說 哎呀 某某人啊 楊志宏去了巴西啊 聽說那個豬 豬什麼 豬流感啊 現在不知道他有沒有問題啊 我昨天他打電話來 說他怕回不來 搞不好被關起來 豬爐之類的 你說沒見過 搞不好從此不出現 你到最後再不出現 我只好說他豬流感掛掉走 那你怎麼辦啊 對不對 他全都是實事 他創造了一個很特殊的 我不知道在別的國家 有沒有這種情況 但是我跟你講 他們是一批啦 很瘋狂的那個藝術愛好者 然後台灣那一段的環境 鼓勵他做原創 你看對個演戲 本來他們很快樂 你知道每天都想演什麼 就演啊演啊 有無限的想像的空間 所以他的劇本 經常改來改去 改來改去 就不停這邊改那邊改 可是呢 到最後演員下不了戲 所以就掛掉了 就不玩了 後來那個不行 我們兩家都試人不行 最後他有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我一聽就不想去 有的時候要票給我 八小時啊 天啊 我不太急 八小時 你想想看 要帶兩個合幻進去 我有點好夢 想是不要做這些 夢是夢 簡直說你想想看 什麼叫做夢 到底哪個是夢哪一個 不是夢 你搞不清楚就是這樣的一個戲 我一聽我就不想去 可能很好玩 但是八小時玩不來 好啦 我們時間差不多 都不提了 那個 問一個問題好了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OK 我說原創啊 現在在大陸搞原創是不歸入 就是你這個市場現在是失靈的嘛 所以我沒有辦法保護你 沒辦法保護你的創作 沒辦法保護你的創作 你一直走下去 就剛剛各位提到 喜洋洋沒賺到錢 喜洋洋沒賺到錢 還不只是說 盜版的問題 因為他的播出平台是電視 電視平台是獨佔平台 所以他花每一分鐘花很多的錢 去賣的時候 連十分之一都賣不到 這你懂我的意思喔 所以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回收 那今天你假如在美國的市場 其實台灣的市場 現在搞原創是賺錢的 搞原創是賺錢的 就是說 或是說你搞有創意性的模仿 都是可以是賺錢的 我不需要去完全無創意的模仿 因為他的市場本身來講 是有一定的零度 可以去保護你的原創作 明白我的意思喔 所以是覺得大陸的文化產業 不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人願意搞原創 沒有人願意搞原創的話 你光模仿 那個東西不能夠幹什麼 對不對 人家美國偶像還在玩 美國偶像就是那個 超你的那個 我們已經玩完了 玩結束掉 在座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 是這樣子 明白我的意思吧 OK 那我想今天時間 抱歉沒有控制 講到這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